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个计划主持人 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朱庆祺老师 现在是兼科学教育中心主任 非常谢谢大家一路以来支持我们家人科学广场 所以我们其实有建立了一群死忠的粉丝 但是有老朋友当然也会有新朋友 我们今天也有不少新朋友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想要问一下 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家人科学广场的朋友 我们先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老朋友欢迎新朋友好不好 谢谢你们啦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至少在现在 在这个学期我们还是有拿到这个科技部的计划的经费补助 所以就会跟各位着收部分费用 那如果各位愿意继续支持我们的话 如果未来万一没有计划补助的话 然后各位又觉得这个活动没有意义举办下去的话 那我们会想办法拿办下去 好那正式介绍今天的讲师王雅亮老师 那在座我们稍微有做调查就是有上过王雅亮老师的课的 他们有小朋友可不可以先举手一下 不过你还记得 诶 怎么跟我们早上这样谈不一样 王老师之前来帮我们讲过一场生命密码战 有没有印象 小朋友在讲那个DNA 然后还有做你们现在看到桌上那个模型 好慢慢回响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的课程是全新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名字也非常有趣哦 就是亲爱的我把生命瓶装了 有没有听过一部电影叫做亲爱的什么 小孩子变大了 亲爱的放大了说小了 反正从一个电影来的 好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 当然是比较偏生物 那这也是我们王老师的赞长 王老师很特别的一点是 他在国外取得了这个专业科目的 就是比较偏生物的生物跟环境的 这个专业科目的取位之后 他回到国内他是去念科学教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发现 他其实不只是对那个专业知识 他很有兴趣 他还很想把他在专业知识里 获得的乐趣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王老师的资历 你说他会去肯定国家公园 担任这个助理研究员 为什么是国家公园 所以有非常多机会跟民众接触 后来他去科工馆担任厅长 他这个厅是科技 生物科技探索厅厅 那为什么叫Day 8 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请王老师 稍微说明一下 我不要在这边获得 那这个厅如果各位下一趟去高雄玩 然后有去科工馆的话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 那他现在是在实践大学 在高雄校区在担任博雅学部的老师 那整个博雅学部的自然科 都是我们王老师包办 所以真的很厉害 就是你不只是生物一样很强 他面调也很强 那另外王老师这几年的兴趣是着重在环境教育 那稍早就是今天国中正式开始前 我有跟王老师稍微看一下 才知道我们前几年不是在倡导那个正负2度C 听过这件事吗 就是全球环境变迁 我们希望把它控制在正负2度C 很不幸的 这件事情已经失守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在这个阶段 怎么办呢 还蛮惨的 现在要做调试 什么叫调试 没有办法预防土石流了 那现在要告诉你的土石流来的时候要怎么办 你怎么做到预解 你怎么跑难 你怎么这样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乐见 可是我们能做什么 做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们能做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能做什么 所以从今天这个课程出发 如果未来就是 大会有小朋友们 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们会陆续开跟环境教育有关的课程 然后慢慢把这一些大家应该知道的概念想法 然后把它传递出去 希望所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可以透过我们慢慢慢慢慢慢做 然后把它传出出去 好那今天的活动哦 是我们有史以来嘉日科技广场第一次在这个场合 用这么多的烧杯 梁红 烧瓶 然后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实验 所以这个过程请各位家长一定要帮忙 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玻璃的 然后周天也有很多你要研磨啊干嘛的 小朋友不要太自动 然后大朋友们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好不好 这个真的要请大家配合 我们希望有史以来的第一场 也会是最成功的第一场 可以吗 可以哦 那要谢谢大家配合 那现在就以最热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讲师王亚荣老师 好 好 谢谢朱老师的介绍 那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中央大学科学教育研究 科学教育中心这个场地来办这个活动 那其实今天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第二次来 去年我来这边是办也是一样相关的 大概是生命密码站 不过今天你们还是要站 为什么要站 因为你会看到我们很多基石头在这边 你桌面有很多基石头 可以知道吗 所以你们还是要做动手座 那我们今天的动手座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要把生命把它装在瓶子里面去 那我们瓶子不是这么大 我们瓶子只有小小的而已 这边一大堆 就这么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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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把瓶子放进去 怎么把生命放进去 我们是不是生命 我们都是嘛 对不对 你也是生命 那意思是说是不是要把你装进去呢 这是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所谓的演绎法 演绎法 我们来讲生命 生命它的基本 基本的成型 形成是什么 然后我们把它装进去 这也是一种生命装进去 所以我接下来可能开始要稍微讲一下概念 本来我这个所谓的生命中心法则这样子一个系列的研习 我在科工馆办大概要一整天不是一个半天 一个半天总共有三个动手座 大概有演讲还有三个动手座 那第一个我们要完成的就是这一个塑胶吸管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 塑胶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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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塑胶吸管 它的样子 样子开起来就是什么东西 刚刚已经有人讲出来 DNA 对 厉害 就是生命密码 所以它是一个双骨螺旋 像去年我就是先做这个动作 做完以后 然后接下来让他们了解 DNA 它的样子 双骨螺旋 然后完了以后再让他们了解 它的结构 然后它的内容总共有六个分子 就六分子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你们动手做的是完成这一个 这个好像可以放在那个门边 有没有 好像风铃的感觉 但是它也是一个螺旋状 所以它也是一个双骨螺旋 它主要就是扣过一张纸 扣过一张纸 然后扣纸的一个技巧 让它变成一个立体的螺旋状 立体的螺旋状 那这个重点再让你们去了解 它这个六个分子 它的结构是什么 然后甚至你可以去创造里面的密码 密码 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长出这个负责性 你跟我都长得不一样 然后我们思想 我们的一些生活功能也都不太一样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两种蛋白质 一个是结构性蛋白质 还有功能性蛋白质 让你我不太一样 但是是怎样子的一个机制 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很多的蛋白质不一样 然后促成了每个人不一样 原因在我们的DNA里面有密码 那我们就在这个细胞里面 一直编写一直编写 然后就产生不同的大白质 然后就做过程 你我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透过这一个 你就可以去创造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说你创造密码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创造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整个地球上物种 为什么会多样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的细胞里面 细胞核里面的DNA 它的密码都写的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即使你我都是所谓的人类 但是我们密码还是会有不一样 才会不一样 那这是第二个动手做 那第三个动手做 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完成的 因为在去年我主要是完成这两个 我的活动是这两个 但是今年朱老师他们说 哎呀我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加进来 变成我们这一堂活动的一个主轴 所以我们变成 在本来我高雄科工馆的一个实验室 大活动 我是先完成这个 再完成这个 再完成这个 好就是食物了 就是直接把实际的生物 里面的DNA把它抽出来 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待会你们可以 每一组传一传 传一下 你会看到 这个瓶子里面 中间或是上层 有扶着 一个像皮涕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你我里面的DNA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烧血的蛋白质 可是基本上就是DNA 等一下传一传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 先完成这个 倒过来 我们现在变成倒过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把一个半的 一天的一个半的活动 把它塞在两个小时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所谓的Priority 我们要先决 先要完成什么 那我们先完成这个 好 那完成这个以后 或许 因为我看很多人 对不对 你们一组有很多人 如果有人在完成做这个DNA的一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剩下的是不是在那里看 没有啊 你可以完成其他的啊 所以你也可以跟我们每一桌 后面灯都有橘色的工作人员 跟他要说 我想要来完成这一个 或是说我想要来完成这一个 那我们早上已经教育训练 把他们两个训练完了 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去做 那他们就会教你去完成这两个 好 那所以完全我们有三个 看在这边 好 让你去玩 好 让你去完成 好 但是整个过程的一个主控 你到底要完成一个 会完成两个 会完成三个 Up to you 完全由你们来决定 好 但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主要的Priority 就是完成那一个PT 那个P那个东西 那个完成以后 好 然后你们就可以带回家 好 然后你们写一个 写一个日记 这是什么的 好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要完成两个 要把 把这个生命 好 把DNA抽取出来 放进去 鼻子里面呢 有两个 第一个 洋葱 各位一进来就闻他味道 我刚刚这个切 我切的眼睛都受不了 不过现在已经差不多备花完了 好 所以要事先切 好 这里面每一个人大概有四分 每一组 每一组 有四分之一 好 四分之一 那你也不一定要那么多 你可以回去播一播 好 把稍微播一半 放进去也可以 没关系都没有必要那么多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要放进去鼻子里面的 是这个 奇异果 好 奇异果 所以 这有没有生命 这是不是生命 是啊 这也是生命长出来的东西 生命啊 好 好 那里面有没有细胞 有啊 有细胞啊 啊里面有没有细胞核 啊里面有没有DNA 有啊 都有啊 所以我们要把里面的生命 抽出来 抽出来把它放进去 好 放进去 那在这之前 我稍微用很简短的一个简报 好 简报跟大家讲一个所谓的DNA 这样一个观念 好 那我们在整个DNA出来以后 或许在整个地球的一个演化过程当中 有些DNA不见了 有些DNA 演化了 好 为了要去适应环境 它可能多一个或多两个 或是多两 多一些一万个 好 慢慢的 就会从不同的物种到新的物种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所有DNA都是要完成一个目的 就是要去适应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有很多的 很多的所谓的基因多样 就像我刚刚讲 即使离我 我们DNA的密码 还是有差别 那像我们跟黑猩猩 差别大概0.02%而已 密码 我们整个密码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差不多解开了 差不多解那个密码 大概有10亿那么多 那么多 但是我们还是有差别 大家要差1.02% 基因多样 那基因多样 就会造成物种多样 然后在不同的环境的适应之下 又会造成所谓的生物多样 那这个就是各位常常听到的 在我们地球环境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 主要结构在这个地方 但是之前 或许没有科学之前 我们如果说 我们相信 你是一个 有宗教有上帝 他就说 无上的法律 所以如果我们用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所谓的法律 就是生命中心法则 生命中心法则 好 那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就是透过DNA 这边整个基础都是DNA DNA是什么 等一下你看你自己 我们自己就有了 那开始创造很多蛋白质 来创造万物 那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啦 如果当然生命中心法则之前 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能没办法去 去 argue 因为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 但是不管或许如果说你相信 有神有上帝 他是用法力来创造 那这个你 你何以为生命 何以为来 我们就开始往下的看讨 这个不要念台语 其实你怎么来 很简单 靠什么 靠你爸爸靠你妈妈 不要念台语 不要念台语 都变得出话 靠你爸爸 靠你妈妈 所以靠你爸爸的什么 精子 靠你妈妈的什么 卵子 然后蹦在一起变成 瘦精卵 然后瘦精卵 一颗变两颗 两颗变 4颗 4颗 8颗 8颗 16颗 16颗 32 32 32 64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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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现在的细胞大概 60兆颗左右 我所谓说左右 是因为你现在有新程代谢 有些细胞随时在死亡 有些细胞随时在新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你这每一颗细胞裡面 每个细胞里面都有DNA 好,那这是微观生命 其实有一段影片 我们就是从小晶晶开始谈起 那这一段不会给你看多长 因为这个只是让你有概念 我们的生命奋斗史 有没有看到这很乱的,这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看到一条一条,先看一条一条的 没有,很乱啊 好,没关系,出来了 还没有到小baby 哦,来了,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一只一只往前冲 这里面 或许看那边比较清楚 哦,有了有了,出来了 哦,那这是精子开始一个形成 慢慢的,哦,这个一大堆了 哦,慢慢的会到妈妈的卵子那边去做结合 哦,去形成在一起 来,或许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再来看一段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做一个里程 完完全全都是为了要做 为了要把这个DNA 一个所谓的DNA DNA一半 然后一半结合起来就这么完整的鸟 好,这个就很清楚了,对不对 哦,然后呢 这个就会慢慢游 慢慢游 游到精子 游到那个卵子那边去 我们现在开始跳过 跳过那边 我们假设已经一只已经进去了 然后它就是开始隔绝 卵子就把那个隔绝起来 然后很多其他的精子 就没办法进去被隔绝了 好,其他的就慢慢会不见 现在已经一只进去了 再次来,这边看重点在这里 好,我们母方的卵子有一半的遗传物质 一半的遗传物质 这个叫做经过减数分裂 会有一半的,这个就是DNA 然后形成染色体 但是这里面有密码在里面 密码在里面 但是我们精子 我们精子也带了一半的 一半的遗传密码进来 透过那一只很成功的 它很辛苦,很辛苦哦 走得好远好远好远 几亿的精子才一只完成 然后他们精子就把这一半的 生命密码的图符带进来 带到跟卵子你妈妈的 一半的遗传物生命密码 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完整的你 好,就完成了 你看完整的你了 好,我们人类这个 这个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染色体 自然,这就是你的最开始的 生命形态 所以你的生命形态 就是说把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生命的密码完成 这密码完成 好,那这个就是很完整啊 我说过我们身体上有 60兆颗细胞 每一颗细胞里面都有所谓的 这个是染色体 我们叫染色体 每个细胞的细胞核里面 都有DNA 那我刚刚不是在讲密码啊 我们总共有这个 总共有四个密码 A T C G 那这是所谓的瓢灵跟密地 这个你们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 电脑 电脑的语言是什么 0跟1对不对 0、1开关开关 所以它完成了我们所谓的电脑语言 电脑语言 你可以去完成 但是我们生命 这么多样 只靠四个码 哪四个字 A T C G 就这四个字而已喔 然后它里面呢 有配对准则 A一定要对T C一定要对G 等一下你们玩那一张纸张里面 下面 如果我现在讲你还不是不清楚 没关系 那一张纸张下面有完成的 有一个真正它的结构 还有它的中文名称 如果说你要把我们的密码 我们的密码全部 对不起 30亿要全部念完 我们要怎么念 G T T A G T T A A G G T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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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 T T G 念30亿 这就是我们的密码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DNA 剪成片段 那有些片段 它会依照这个密码 透过所谓的 刚刚讲的生命中心法则 带出蛋白质的话 那么这一个片段 我们就叫做基因 叫做基因 然后当那细胞要分裂的时候 当那细胞要分裂的时候 它会开始一直缩 一直缩 一直卷 一直卷 卷成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变成什么 染色体 变成染色体 那我们有23对染色体 23对染色体 但是在精子跟卵子里面 只有23条 23条 才会结合成23对 好 那所以这是整个一个 生命DNA的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一个细胞里面 整个DNA把它串起来 有两公尺这么长 有两公尺 两公尺 好 那我们的密码 我们的那个基因 现在还在找 可能3万 可能8万 可能5万 还不知道 但是这构成我们的一个蛋白质 来 我们因为 我们要从 开始我们的看细胞 来 就是动物细胞 因为跟你们等下的实验有关系 所以这个要知道 这是动物细胞 外面的这是什么 最外面的一定是一个 叫做细胞膜 好 那DNA放在里面最大的包器 叫做细胞核 DNA是散布在里面 那个你想象一下 泡面 你把那个泡面的盖子打开 然后用热水去泡 三分钟以后 打开 平常你的DNA就是那不得性 想象得出来吗 想象出来 泡面泡面 就是这样子 卷在这 然后当细胞分裂的时候 这些泡面 变成染色体 等一下有图给你看 那等一下你萃取出来的东西 我们重点是要把这个膜打破 这个打破 要把DNA把它戳取出来 戳取出来 但是你的DNA戳取出来以后 下面还有一些层都是一些细胞 包壁 这是一些包器 细胞的器官 那因为我们是完成植物的 所以我们来看植物的细胞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